这两个来自德国的品牌已经相互竞争超过一个世纪 在国产中大型豪华轿车市场也贴身肉搏超过了15年 似乎针尖对卖忙的剧本又要上演一次了 不过今天这两辆车就是非常新鲜的碰面了 这边国产的新一代G60宝马5系上市不到三个月 而上汽奥迪HL刚刚完成改款 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全新推出的RS竞速套件版 算是一场老对手之间的新车型对决 那双方来到现场的都是性能最强的版本 不过宝马的粉丝可能就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了 因为目前国产的新一代宝马5系长轴版本 是没有搭载3.0T的B586缸发动机 那今天就只能看一下这台B48高功率版能有什么样的发挥了 如果你是燃油车的狂热粉丝 那应该给奥迪点个赞 因为到了新能源大型骑道的2024年 奥迪是德系三驾马车里面 唯一一个还为国产轿车产品 提供六缸动力总成的品牌 而且说实话 那如果我们看终端的价格 其实这辆3.0T的奥迪HL并没有比旁边的宝马530LI要贵多少 那在静态的硬件对比部分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辆燃油版的宝马530LI搭载的是米其林E Primus系列的轮胎 是一款电动车专属配方比较偏综合性能的轮胎 但是不要看它是一条电动车专属轮胎 这辆尊响的M运动套件版530 原厂的后轮规格达到了27535R20 275这个宽度恐怕它今天在赛道上很难划成宝马了 那这次改款新推出的IS套件竞速版 除了有全新的剑与辉车系之外 这套IS样式的21英寸轮圈是个很大的亮点 并且匹配的是六活塞固定式的卡钳 那3.0T版本的奥迪HL 全部标配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系统 从硬件水平来看 它的账面实力确实非常强 那这场对决是不是就和我们的预期一模一样了呢 然后当我坐上宝马之后 立刻有一种非常不习惯的感觉袭来 那其实真正你坐进新武器的坐舱 然后看到这些LED风格的氛围灯 包括这个很漂亮的动画以及屏幕显示效果 你会觉得这辆新武器的科技感反而会更强一些 与之对应的还有整个驾驶信息的反馈 就算我现在开的是燃油版的530Li 但是如果我调到了节能或者其他的驾驶模式 整个车辆的这些驾驶信息 包括说取消了大鸡腿传统的这个挡霸 都会让人觉得它跟新能源车的这个风格有一些相似 纯粹驾驶乐趣这个持组似乎今天要出现在最小身上 虽然我们开上了HL 说实话在这次对比当中 坐舱氛围的差异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像HL的坐舱内部反而没有那种让人脸花缭乱 可以增强科技感的大链屏 氛围灯等等 它更容易让人专注在驾驶这件事情上 但如果不是需要极限的动力输出 其实这台升级版的B48配合上采败8ET的组合 在应对日常大部分这种极力驾驶的情况下 它能做到有刃有余 只不过今天在赛道上需要绝对动力输出 所以可能B48这个后段真的没办法跟3.0T的HLG相比 在动力系统部分530Li更像是凭借着工程师非常出色的调教经验和优化水平 为驾驶员提供了很好的这种加速感的氛围 而且新一代武器上还有一些小心思 也是增强这个运动氛围 比如长按这个换挡薄片的减挡 我们的车量机进入了10秒的Boost模式 有额外的动力 包括说这个声浪好像也有特别的加强 算是拉满这个氛围了 首先你非常容易享受到的 是这台EA839 3.0T V6发动机 带来的非常充裕的动力输出 而且为小细节HL上匹配的这台3.0T型号 调教其实扭矩是要达到500牛米 比起进口的Q7 A8L等等的这些低功率的版本 还是稍微要强点点 这辆车让人非常容易进入状态的地方 还有这台3.0T V6发动机的声浪 这是接接实实从发动机舱里传来的声音 不是什么模拟声浪或者补偿之类的 能感觉到这个V6发动机非常雄魂有力的声音 让驾驶员是很容易上瘾 那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这个变速箱不论是升档还是降档 它这种干脆利落的感觉 甚至比宝马的AT变速箱更加爽快 而且不光是V6发动机占据优势 今天在赛道上 奥迪A7L的底盘表现甚至也更加有吸引力 那么操控这套方向盘背后的全新 G60的底盘感受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要分两个状态去聊 当然了这两种状态 这里指的还是激烈驾驶的工况 只不过这辆全新的宝马5G在你花60%到70%的功力 去把它开得很快的时候 以及花80% 90%甚至全速去冲击它的极限的时候 的反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最关键的地方是这套主板尤其是点震器 对面有做好支撑这辆1.8吨重 史上最重的2.0T宝马5C的准备 除了第一脚重杀 可能车身抚养会比较明显之外 关键是当你全速去通过前面这个高速弯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悬架行程已经到了极限 就反弹会产生车身左右的这种动动 就是它上手的第一印象确实还有细腻的转向 跟脚的油门 在城市里面这种油抖跟车 稍微开快一点 这种感觉是很棒的 那这种印象就会觉得你自己开着一辆 调教非常精良 然后运动驾驶能力很强的宝马 去挑战赛道的时候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它根本没办法 match 我们所谓的传统定义上的运动驾驶的风格 就拿这么一个例子说 这套运动风格很明显的座椅上 原厂匹配了一个又很舒服的航空头枕 所以这辆新一代的5C 我觉得就是豪华和运动博弈之后 比较纠结的一个复合产物了 即便我能借助湿滑的经验 让这辆新骨系飘起来 但这种明显偏向于舒适性的选驾设定 让它的体态看起来晃晃悠悠的 那大多数人可能没有预料到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辆HL在赛道上驾驶 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竟然是底盘的部分 尤其在这辆顶配的车型上 它的底盘无论是调教还是配置都很有特点 那首先要聊的是它的方向指向感受 大家记住这辆HL顶配车型整倍质量超过了2吨 比旁边的宝马530L要重了只足200公斤 但是它在弯道里面这种方向的响应速度跟精准性 都远超你对一辆2吨大车的预期 这就是买顶配的好处了 因为它有后轮转向 虽然在车外看起来最大仅有5度的后轮转向角度 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在实际的激烈驾驶 或者说平时开车里面 这个后轮转向功能还是能非常轻松的感受到 这辆空气行业其实在动态模式下 我觉得对车身的支撑还是非常充足的 尤其在一些急弯高速弯 以及需要急煞的这种抚养比较大的情况下 整辆车的这个动态控制 我觉得比宝马530要做的好很多 那小结一下 其实在底盘部分 尤其是在有后轮转向和空气悬崖同时加持下 整辆车在赛道上的感觉 会比5302来的更加直接 指向更加精准 响应更加迅速 包括说整个车辆的这种动态的控制 也会更加得心应手 这是奥迪和宝马的竞争之中 之前不太常出现的情况 那这里还是要说个小小的槽点 就是改款之前顶配车型配备的HUD抬头显示系统 现在看起来这24款的全系都没有标配 这个配置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经过这次赛道的直接对比 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这两个品牌的认知 国产宝马为普通消费者提供的产品 继续偏向舒适豪华的方向 运动的本质慢慢的变成了运动的氛围 而这辆上汽奥迪A小 反而更容易让人沉浸在驾驶的机型当中 无论是机械的本质还是调校风格 都让人开着更爽 所以在这个时刻 这个moment 我觉得它确实是更帅更快的那辆车